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要說一下豪門 你知道現在的美麗戰場很厲害嗎? 是的 美麗戰場現在有真人版的 其實這些只是名媛的故事而已 有一個傳奇人物叫朱玲玲 不是那些樂隊的朱玲玲 我們之前不是說過霍啟光 霍振庭的前妻 她是香港女演員 她是香港小姐冠軍 最上鏡的小姐 年紀也很漂亮 年紀大了也很漂亮 現在成為了一個叫羅康瑞的老婆 真的離婚 又嫁給一個有錢人 究竟她的身世是如何呢? 因為我看到很多網上的新聞 有說過說朱玲玲和現任老公有些不開心 如果你在Google搜尋朱玲 你找她的影片 當中有很多 比如說朱玲玲一婚未得要離婚 空手白狼羅康瑞 真面目終於暴露 即是說得很差 他們的關係 另外有一篇叫做 她從未受過如此的屈辱 就剛剛朱玲玲收到無恥的要求 這些好像證實要納的消息 那些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差呢? 我們要從她開始找回她和她老公如何 當然有另外一些報道 跟剛才所說的東西相反 我們要知道這些事情 要看很多不同的方面 如果你只相信一邊你就死了 你死硬了 你一定以為她是壞的 原來不是 別人是語中浪漫吃雪糕 那你就錯了 朱玲玲呢 別人這樣說她 她注定是一生富貴的 現在這一代很多人知道她是誰 但是要這樣形容 如果說朱玲玲 朱玲玲就是霍啟江的媽媽 親生母親 郭晶晶的婆婆 你認識吧 很多人自然就會 你這樣說我明白 七十年代 朱玲玲被評為最漂亮的港姐 誇張 被稱為香港大安娜 哇 誇張 大安娜是灰姑娘嘛 嗯 對不對 也是這樣 入了皇室 那種 那說她呢 當時47歲呢 是靜身離開霍家的 五十歲呢 又再嫁八億豪門 就說她被寵成公主 是 那就是嫁過兩個都有錢人 兩當豪門 喂 豪門你說香港小姐就不奇怪了 嗯 你回頭嫁你又進了豪門 是的 即是再來 再結尾都還有 也不奇怪 好像林敏聰以前的老婆陳寧霓 也是進了豪門 嗯 李美鳳也進了豪門 嗯 有些事情是好東西的 嗯 都不要緊的嘛 對吧 那我講到她究竟的魅力何在呢 是不是只是漂亮那麼簡單呢 看看這個所謂的傳奇女性有多傳奇 因為我對她是不熟悉的 她很厲害的時候我也未出生 好 朱玲玲是什麼人呢 哇 她很幸運 現在就不知怎辦了 原來朱玲玲出生在緬甸 哇 是 你在KK園區出生的 是 1958年9月 朱玲玲出生於緬甸 她父親是當地有名的富商 她本身已經是有錢女 九歲 然後父母就來香港 改變她一生 那麼作為家中最小的女 她被父母呢 就是寵成這個掌上明珠 對她的教育上面的投資呢 就是都給你讀很多好東西啦 讀書一定要 喂 公書教學都要錢的 那麼朱玲玲這個人呢 天資就是聰明那種 乖巧又伶俐 很快呢 她緬甸本身她不懂廣東話的 是 她只懂緬甸話而已嘛 很快她又在香港 懂得說粵語和英語 而且是聰明那種 就不是說 就是那些 做什麼啦 我們啊 什麼啊 那些 姜麗蕃好像在那裡 笨笨 不是那些口音 她沒有口音 她覺得她是很聰明的 這個人 就是語言的天才 那麼呢 小時候就被匿外了 成為 原來說她小時候 是野蠻任性的小公主 她說這個女生 扮什麼就像什麼 這麼像我 是的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扮爭智慧來看看 哈哈 是 她說她拿得起又放得低 如果你說她是美貌與智慧 現在我不知道你怎麼看港姐 那時候她算是美貌與智慧有才華 還要是一個學霸 哦 學霸 中學畢業之外 中學在香港國際學校畢業的 就是曾經在英皇佐治五世的學校讀余科 16歲了 她被父母送到英國留學 家世顯赫 容貌出眾 接受過高等教育 見過世面 朱玲玲可以說是時代寵兒 當年 她一生注定有錢 她本身出生已經是有錢 留學期間 為了鍛鍊她的獨立 她父母就沒有給她很多資金支持 她說為了賺足夠的生活費 她當時是做兼飾的模特兒 嗯 為了這份經歷 後來就成為了 香港小姐競選她做過模特兒 特別好處 你看到現在是誰 誰 林荣偉 是啊 她之前做過模特兒 你不會協償 也是 因為做模特兒大家都知道 對很多人 九十幾下看著你 嘩以前的香港小姐 算了 進去 我是一個工廠女工 嗯 有的 有些是做什麼的 嗯 會的 你出去留個學 做過模特兒 自然吃香 容易成功 1977年 她畢業回到香港 趕上香港小姐的選拔 朋友鼓勵她參加報名 成為了她一生的起步 當時朱玲玲只有19歲 層層的選拔 憑著她出色的外貌 大方得體的氣質 嗯 對手走開都可以 最終成為最上鏡小姐 兼香港小姐總冠軍 她成為比賽史上的雙鳥冠軍 第一個是她 曾稱為名符其實的香港小姐 這個叫做又上鏡 又拿冠軍 即是贏了 一夜之間 朱玲玲一舉成名天下之 成為很多 香港男人的夢中情人 當中不乏豪門公子 葉界名人 哇 真是妙跳淑女 公子好球 公子呀 公子呀 是啊 是啊 其實都是 這個人類學 都是一個美女 她有一個良好的遺傳基因 她的樣子漂亮漂亮得來 反映到她的學識 智慧 健康 這個是這樣反映出來的 我說健康 健康就漂亮了 其實這些都是遺傳下一代的條件 這些其實 講到尾就是 生兒子 結婚 沒錯 或者只是享受過程也可以 就是這樣說 講到幾詩文 他說當時被稱為香港第一代的偶像歌星 知不知道是誰 誰 陳百強 陳百強說 我最欣賞的是朱玲玲 是啊 在鮮花和掌聲的同時 霍英東的大兒子霍振庭 目光聚焦在朱玲玲的身上 在頒獎禮結束之後 霍振庭 立即為朱玲玲送上一個特大的花腩 以表示自己愛慕之夜 花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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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麼有趣 真的用花腩 可能當時的年代是什麼 1978年4月 她演了第一部電視劇 叫做《瑪麗關七七》 有這樣的劇 第一部 也是她最後一部 原來朱玲玲 為什麼我們不認識她 因為她沒有留下來什麼作品 嗯 很快 什麼事呢 因為當時被受關注的朱玲玲 在她發佈會現場的路上 的車就跪了 很戲劇性 又會遇到霍振庭的呢 哎 這些 不知道呢 是嗎 這麼巧的 是不是有人審按釘呢 不是的 喂 追女兒而已 不知道的 不需要按釘 這麼巧的 她走在旁邊說 朱玲小姐 趕時間嘛 兩個人就是這樣 弄上了 變成朋友的關係 朋友之間一方有難 另一方當然是頂力相助 朱玲玲理所當然 坐上了她的車 去了發佈會的現場 那你要知道 朱玲玲 是明星來的 去現場做發佈會 很多人盯緊你 哇 坐著霍振庭的車到現場 那些傳媒就拍了 霍振庭 又貼心伸出手臂 幫她擋著閃來閃去的罪光燈 只是這個畫面 霍振庭 一句話都沒有說 但是她眼中的外貌 在記者的相機已經精準地捕捉到了 正所謂俗話說 生肢貓入眼 喜歡一個人 是會竭而不捨地追求的 等如她的兒子 追求郭晶晶也是這樣 是 是不是夠了 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 抵得上千言萬語 她是深感情願地表達愛意 這是女方 朱玲玲也是自然地享受這種活動 十九歲 一切來得順其自然 好像電視劇的開場一樣 我說美麗戰場真人版 嗯 霍振庭如何追求朱玲玲呢 跟方力申怎樣追求的層型是一樣的 風雨無阻去探班 是 那方力申也是這樣做的 那就是真人版 嗯 exactly 她說會經過朱玲玲的梳妝桌 擺下一束 一看就知道是貴的花 玫瑰花 有時候霍振庭就說 拿本保仔 鄭仲其是 找朱玲玲簽名 嗯 這些懂得做 滿足那些虛榮心 我的朋友很崇拜你的 很喜歡你的 麻煩你幫他們簽個名 暖男霍振庭 得到朱玲玲放心 二十歲 當時也叫做正值 十八二十二嘛 人生剛剛開始 霍振庭就三十二立 大了十年 家世顯黑 事業有成 這些是否叫狼才女貌 是否電視劇情節 簡直是 葉念心寫出來了 現實中 他們各自都有自己 令人羨慕的資本 一個是公子哥兒夫二代 一個是香港小姐冠軍 在一起 當時可以叫做 眾望所歸 人人都爭相祝福 開始拍拖了 怎樣呢 當朱玲玲的媽媽知道 女兒跟香港 富家公子拍拖了 糟了 不是開心 有點擔憂 他說 雖說 朱家家世不差 但跟霍家比起來 仍然不足相提並論 你本身也是有錢女兒 不過比起霍英東來說 我們真的是黑癡 雖說狼才女貌 但以色待人 不是婚姻的良賊 即是說 貪你美女娶你 以後你不美 那怎麼辦 對吧 你說女兒事業有成 但畢竟在娛樂圈裡 叫做 娛樂圈 娛樂圈 不是啊 很多有錢人 是不太看得起明星的 是的 他說你 你真的有錢 有地位 你有沒有見過 真的有的 你不要說看不起 我還想問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有錢人 出來娛樂圈 有的 馬雲有打功夫給你看 但是你要做到 買起最好打的給你打 但是朱玲玲不是 朱玲玲是做藝人 一切都好像 你說捉門又不是對捉門 差一點 差一點 是的 他父母也考慮到這些事 不過說熱戀中的男女 告訴你 豪門本身都是是非之地 作為媽媽也不忍心 讓女兒掉落這些豪門 一進豪門深似海 她也有點提心吊膽 何況世界上 有多少個真心真誠真意的公子哥兒呢 他父母 父母怕女兒被騙 就勸他 朱玲玲把父母的擔心和盤托出 告訴霍振廷 試探她的真心 和想坦白自己的想法 所有女生都想夾豪門 朱玲玲完全有選擇的自由 又不是所有女生都貪錢 朱玲玲 因為她家本身有錢 越有錢的女人越不貪錢 不過沒有理由差太遠 她本身有開 那麼多懷疑 那麼多擔憂的想法 那時候霍振廷沒有生氣 反而激起她的表現 她拿了一千萬出來 表示自己要取朱玲玲的誠心 不是吧 當年一千萬很誇張 當然了 80年代初 哇 好像買一層樓三萬 三萬左右 80年代初應該 不止三萬 80年代初就 十萬八萬 但也不會是 那一千萬等同 一百幾十萬 那一千萬 八十年代初 我應該這麼說 1983年 一間居屋 十五萬 對 現在的 你想想 現在居屋 一間就五六百萬 我當你四百 用現在大概的市價 那你乘呢 十五乘六 幾億 你當她拿著幾億 十四個十億 其實都是拿錢扔人 乖 想不到朱玲玲的老母 更加不滿 很嚴肅地跟霍振亭說 我家裡不賣女的 那倒是 除了這件事 所謂 我柳有能力之外 用錢扔人 是的 雖然我們不像你家裡有錢 但是對豪門是沒什麼興趣的 我們不需要你 走來照顧我們 那倒是 自給自足 我用不著你 金項 看來錢夠用就算了 一家人平淡就好了 因為他們的教育 令朱玲玲和霍振亭相處的時候 她說知道她的為人 又不是一個紫序金迷的富二代 霍振亭又喜歡朱玲玲 朱玲玲也似乎喜歡霍振亭 看到朱玲玲的媽媽的反應 霍振亭意識到自己 似乎這個行為有點失禮 再三登門道歉 她表示自己是真心想娶她 我不是想買你的女兒 有幾次之後她的父母說 算了接受這個豪門女婿 如果不接受 開頭而已 開頭而已 試一下你而已 如果你開頭放棄 那就 我沒看錯了 你保持來的 算了 年輕人 何況她有錢 對嗎 你別說有錢我不是攀給你的 神經病 難道窮的好嗎 對嗎 好了 最後1978年 都是走上婚姻的紅地毯 那不止15萬 一層樓 1978年那一千萬 可能一層樓當時是 八萬十萬左右 她在這裡說真的幾億 大名鼎鼎霍家 一個是選美冠軍 當年在香港紅得爆炸 這次親事 最後的禮金也是一千萬 說到當時擺了360圍 360圍 360圍 360張桌子 香港最豪華的酒店 這個也叫做豪門婚宴 她的婚紗是羅馬專程訂製的 空運道說 當時市值五千元美金 嘩 現在五千元美金 很少錢 以前全部都很厲害 看到他們的心思 當時可以形容世紀婚禮 霍振庭和朱玲玲的婚禮 人們看上去 朱玲玲是現實版的灰姑娘 那個就是白馬王子 傻了 朱玲玲也不是灰姑娘 朱玲玲本身也是公主 不過那個王子更有錢 而已 一進豪門 朱玲玲不做事 那就告別了娛樂圈 更多人認為 在她的榮華富貴相比 其實做娛樂圈是不值一提的 畢竟有太多女人 很恨這些事情 我覺得就不是 對她來說 錢也用不著 在自己的家裡 什麼都用不著 我覺得她們都是愛情 朱玲玲 在朱玲玲的角度 她嫁的是愛情 不是嫁財富 雖然很少人認為 但我也是這樣看 我覺得她是嫁愛情 由香港小姐變了豪門闊體 她的事業從娛樂圈轉戰豪門 經常陪老公出席活動 成為她的生活日常 只是大家族的禮儀是煩的 霍家對女人的約束 好像比較嚴厲 又不能隨意拋頭露面 朱玲玲 漸漸感覺到自己 真是金屍著 被困在龍爐中 不久就有了 霍奎江 幫霍家傳一個血脈 關乎到家族的傳承和命運 她就小心翼翼 生了嬰兒 一天三餐都有豬人服侍 檢查一次都不能錯過 霍家的眼睛就是很關注男嬰 說到這裡已經十九分鐘了 厲害了 其實我有下一集 現在講她的結識 我這一集就講她們的結識 後來是不是真的說現在的老公不好呢 是不是那段王子公主的愛情故事變質呢 下回分解 沒錯 我覺得這一集已經夠了 真是聽到人 嘩 真是會令人尋味 是 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一下朱玲玲 好,拜拜